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日本你可能認為說 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做出機器人 所以它是一家靜音不散的電器公司 他突發奇想 想要做一個人體機器人去參加比賽 比賽前夕機器人摔壞了 那怎麼辦 他找了一個老先生 因為老先生跟身材跟機器人蠻像 那老先生就做這個機器人 就扮成機器人去參加比賽 然後就贏了得到很好的評價 然後因為他有一些 跟他自己家裡的關係 他認為好像就很得意 可是問題是他又不能洩漏 他是機器人的身份 大概這樣的一個背景 那日本可能比較能夠接受說 你今天一個電器公司 能做出一個機器人 那台灣可能覺得這太扯了吧 那電影裡面有一個玄機就是 那個機器人突然有一次出去的時候 他背後露出一根頭髮 那有個眼尖的記者看到這根頭髮 就懷疑他可能是人伴的 然後開始有些危機 大概這樣一個故事 所以整個他講這個機器人跟人的關係 其實蠻有趣的 這電影在台灣一樣四天就下篇 這電影其實我覺得也很棒 這機器人與法蘭克 這電影我覺得也蠻有意思的 他的機器人沒有名字 就叫機器人 因為他想告訴你說機器人就是機器人 他是一個神偷 一代神偷 年紀老了 然後小孩都 因為他是神偷 所以跟小孩關係不好 可是自拼是自己老爸 所以老爸老了 開始行動也不太方便的時候 他派個機器人去服侍他 那他作為一代神偷 那被機器人服侍覺得很丟臉 可是後來發現這事情很棒 因為他雖然老了 他腦子還沒有壞掉 所以每次他自己籌劃 派機器人去執行 所以兩個就合作無間 這個事情 這本來就覺得超棒的這件事情 可是呢 他後來終於不幸 這個江湖夜路走多了 終於失封被抓了 被抓要怎麼辦呢 那機器人就要被審判 那機器人說 那我必須要自我了斷 他說為什麼 他說 因為我機器人不能說謊 如果我被審問的時候 我一定要供出你來 好不好 所以他為了 他這時候就變成說 他本來是不屑於跟機器人再來往 後來發現 天啊 這個機器人就要離開他了 然後那個就天人交戰了 因為他就必須又不能說謊 可是他如果不說謊 又不能招出來的話 他就必須要自我了斷 就演出一種 這個很像那種八點檔 連續去那種生理死別的感覺 所以電影其實這樣也蠻有趣的 他故意跟你講一開始機器人 就是機器人沒什麼大不了的 可是最後呢 還可以跟人建立一個感情 然後另外屬於安樂死的議題 也是另外可以討論 好了 這個電影可以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我們教唆機器人從事非法行為 同時要求職業道德 保守主人秘密 這OK嗎 我全部都丟個問題 你們就想一想有沒有答案 我自己也沒什麼答案 機器人殺人事件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過 2015年德國汽車廠 有個汽車的技術員 在進行產線安裝的時候 機器人出手集中他的胸部 幫他將他高高舉起 重重摔在一片金屬板上 導致他傷勢嚴重不治身亡 很慘吧 機器人殺人事件該當核罪 但是機器人可能蓄意傷人 這是我根據報紙登的寫的內容 其實寫得好像很慘 這機器人生性殘暴 他出手相當狠 狠狠重重摔 把他摔死 這是 你可以上網查一下 這都有了 2015年機器人殺人事件 吸塵機器人刺魂事件 有聽過嗎 2014年的奧地利 一部吸塵機器人在主人關機之後 出門之後 自動啟動 爬上爐子 推開鍋子 點燃爐火 讓自己在一片火光中化為灰燼 所以機器人有可能受不了工作壓力 選擇違背機器人傷害定律 結束自己生命 好不好 這也是報紙推出來的 Paper慘遭毆打事件 這有沒有看過 2015年 日本的神奈川 日本的軟營都有一部這個Paper 他二十小時營業 台灣的那個也都有Paper 就是軟營都有Paper 有個罪悍闖進Paper駐店的軟營的店鋪 跟店員發生口角 店員很害怕逃走了 罪悍對表達善意的Paper 因為Paper不知道那個什麼回事啊 Paper就是 你好 其實Paper蠻小隻你看過嗎 瘦瘦小小的 他是矮矮的 一公尺多一點點而已 表示善意 可是罪悍對他狂打 然後造成損害 那個民情激憤 在鄉民非常氣憤 認為他應該課與傷害罪 需要嗎 你覺得 好這個是 搭便車機器人命上荒野事件 這也是有修寫 2015年 有一隻叫Hitchball 這個機器人就是要測試說 你碰到一個偶然碰到一個機器人 你會不會懷抱善意 他做什麼事呢 他就是去搭便車 他會到處搭便車 他什麼車都不會坐 他也不會走路 什麼都不會 他就是會 他是一個嘴賤的機器人 他就一直陪你聊天 跟你講 講一些垃圾話 專門做一種事 然後他就是讓你搭車比較不會無聊 他就放在路邊 你會看到他就把他撿走 放在車上 一當 他很厲害 他在加拿大 加拿大蠻大的吧 德國 荷蘭 都完成 恒越全國的歷程 到了美國才出發兩個禮拜 在廢城的郊區 就慘遭橫禍變這樣 所以人類的善意是不可以新來的 好 那現在就問題來了 到底打機器人算什麼啊 到底是什麼罪啊 但問題是我們這個法律應該還是要看到你的那個感覺 就是你不用忽略大的感受啊 你把無情的拳頭擊落在paper的身上 這個這段文章是東北大學的翁月軒教授他的描述了 就是說你今天無情的拳頭擊落在paper身上 每個人心中都會隱隱作痛 所以你今天這個法律是為了保護人 就是人類覺得不平啊 你打paper是不行的 你踢冰箱是你家的事 但你打paper就是不行 是嗎 你不能打paper好不好 就好像不能臨時打KT貓之類的 好不好 所以他是還是對人類來講 就是你希望打paper的人受到一定某種程度的這個 這個處罰好不好 這不是為了機器人 因為機器人也不知道什麼回事嘛 對不對 paper被打他根本沒感覺啊 好 所以他現在要定義啊 我只是說一下翁月軒老師的看法好不好 他也是法律人啊 他在東北大學也是 他在做的他的研究很特別 他在做機器人法律 還有AI法律 他是做這樣的一個專家 他說這個定義啊 現在因為機器人這個AI都是新的一個觀念嘛 他們介於科技產品跟寵物之間啊 看你功能跟目的啊 比方說掃力機器人是功能性的 你如果打快掃力機器人 可能還好 可是打快paper就有點累啊 因為相當於家裡寵物啊 就打了你家的狗或貓 你親愛的狗跟貓的話 可能事情比較大 這東北大學溫冤教授他講的 所以說他應該放在寵物的位置 可能是 所以打到寵物應該怎麼樣 他不會變成像人 台灣的司法院已經有一個 一個叫做量刑趨勢建議信 我們看一下 他說對於某些的判決 比方說你今天酒駕 你可以上網輸入 他看看說你酒駕大概判什麼刑 事先就知道 你就比較怕判到那些法律前課 就等下你可能說你犯了罪 你很怕被定罪嘛 你不知道你罪多大怎麼辦 我先上網去查一下 我大概犯這種錯會判多重的刑責對不對 我先知道之後 別人還跟我要錢的時候 我就大概知道什麼回事 大概賠多少錢 或者說我找誰幫我賠 這可以查 你覺得各位覺得這樣有沒有辦法判到 有沒有辦法進這種系統 就是比方說你酒駕 你上網就知道你會判多少 因為酒駕程度很多啊 你酒駕你奪罪對不對 然後你有沒有產生傷害 你傷害的程度怎麼樣 然後你對方有沒有跟對方和解 然後你有沒有表示悔意 那悔意怎麼表示 你覺得怎麼樣悔意 痛哭流涕 或說我這輩子絕對不會再犯錯等等 就是你今天的悔意 或是說你今天傷害程度 這些東西怎麼量化 就會是問題對不對 但是他大概給你一個標準 就是說把歷屆的各種的酒駕案子抓出來 各種情形填一填 大概就知道個罪 大概這樣 然後以色列的這個單位 他可以用AI來擬定契約書 這事情可能比較容易 可能有點機會 就是說如果你的契約書寫得很清楚 那你幾個關鍵的名詞他認得 那可能就有點像填控 在填控的時候機會就比較大 現在機器人就不是應該講AI 要讀懂自然語言的能力變得很強 就一句話他分辨主詞動詞這些詞分清楚之後 他的用意組合 現在目前的能力比較好 如果說很自私化的一個契約 他有可能做出一個還過得去的版本 不管怎麼樣已經有這樣的東西 這都是有的 因為你AI還是好處是說他至少他的 他找到的時候案子比較多吧 然後比較一致 像我們法官常常都會想說初一、十五判案都不一樣嗎 因為可能記得不是很清楚 我要講實話 比方說我教機器人科普的課程 我動不動請問要改三百件的作文 比方兩百多件 我改到第三百 我還記得我第一百件怎麼改的嗎 就大家寫了一大堆文章 三百篇文章 每篇大概五百個字 我必須在 比方說我剩下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要看幾十萬的字 然後我從第一篇文章看到最後一篇 我還知道我第一篇怎麼改的嗎 應該也蠻累的 說不可以交給電腦改比較好 可是電腦怎麼幫你改作文 覺得 大家覺得電腦改作文應該很扯吧 電腦改作文通常改 比方說改關鍵字 他們改完之後就發現 找真人跟找電腦改 改出來的分數 電腦改的還比較一致 因為如果說做題的人不是亂寫的話 但他二改一陣大概也還好 那老師很用力改 有時候他看到某東西他很不爽 人類的改題會受到很多的因素影響 那電腦AI他不會啊 他可能就很笨的按照 某種的規則去改 雖然他不知道你要改什麼 可是改出來的成績呢 發現他還比較穩定 比人類改得還好 也有可能 當然這樣改之後 作文大家都覺得很不服氣吧 好不好 可是你想想看老師改作文 到底怎麼改 其實搞不好也是很碰運氣 不管怎樣可以想一下 就是 如果用AI來介入這種 有一點模模糊糊的 這種特性的問題的話 應該要怎麼辦 你可以想 這可以想一下 好我想很快 剛才講那個特區啊 就是福岡的機器人特區 就是讓機器人要上馬路 這個就是他們做實驗的背景 其實現在的現狀是怎樣 我後來我前年去福岡 課北去找機器人客區 然後我在找機器人找了半天 一部機器人沒看到 只看到拉麵店好不好 沒有機器人 原因是甚麼 其實沒有那麼多機器人 進到我們人類社會 好不好 其實沒有 你自己想想看沒有 我們人類社會對於機器人的挑戰 是非常大的很困難 但是AI其實蠻多的 可以想一下 AI其實蠻多的 不管是下棋 剛才講法律 判法律的事情 還有一些做那個諮商 其實蠻多的 但是真的要到我們人類社會幫忙的 醫院以外 其他地方其實不多 那掃地是一個 你就可以自己考慮 他是不是算是一個機器人 可以想一下 我想這個問題蠻大 本來好好想跟討論一下 不用 就是如果寫一個 跟倫理有關的AI層次 可以想一下 這就是達文系開刀機器人 你看醫生在這邊 好像打電動玩具 機器人在那邊開刀 未來的醫生就這樣子 我們這一代的 已經沒辦法當醫生了 因為也不是這樣訓練 我們都把它打開了 那未來的醫生 開刀可能就是都是這種 所謂的這個微創手術 搭幾個洞 按進去打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以後的醫生 其實要跟各位的訓練很像 要很會打電動玩具 好不好是不是 看著大螢幕在那邊打打去 這個是台北的 一下下讓各位看一下 就是台北有一家賣牛肉麵 是用機器人賣的 在那新安街 如果有興趣的話 還不難吃啊 這個聲音沒有沒關係 很吵 他就會兩部機器人在模仿 然後你其實進去 他是跟日本一樣 你投幣了 投完幣他就開始已經開始訂單 進來他機器人就開始在這邊下面 他還會把那個 這個 看那個時間 煮好之後呢 還會把那個勺子拿起來 然後 弄一弄 大概整個過程要兩三分鐘 所以我稍微有點快一點 沒那麼快 你看他會甩下面 甩甩然後放進去 另外機器人把推過去 把肉放好推過去 然後住進湯 把湯住進去 好不好 就是機器人煮了牛肉麵 在新安街有在賣 那好不好吃呢 還可以 而且不便宜 不貴 一百多塊就可以吃到 連小菜 那好不好吃誰決定呢 你覺得是機器人的手藝呢 還是誰的手藝 吃的外面最重要是什麼 我不知道每個人 應該那個肉吧 跟那個湯吧 肉跟湯都是廚師做的 好不好 但是煮麵那個功夫 要煮多久 這倒是機器人可以做 他後來他生意其實還好 後來他決定做什麼 他跑去桃園的機場那邊 開了一家 因為他桃園 因為機場呢 應該二十小時都會有客人出來 那你請工的很累 因為工人不要在那邊 因為客人不知道來來去去 機器人來 你頂了就點的蠻好的 有機會可以去看看機器人旅館 這是五兵的機器人旅館 聽過機器人旅館嗎 就是門口有恐龍的 就是每次進去之後就 歡迎你之後 他當然不會講話 五兵的機器人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他本來第一家是在開戰九州 叫Hosthumball 有個機器人旅館 全世界第一家 他開那邊說 有個美女機器人 跟有幾隻恐龍機器人 然後說美女只講日文 恐龍講英文 為了這事情我還練了日文 說要跟美女講話 結果去了五兵的旅館 全部都恐龍 然後他也沒有什麼講什麼話 他是出來有個螢幕 然後他也要挑中文 日文 英文 韓文 根本用挑的好不好 然後那個時候五兵做的 比較沒有 真的很沒那麼好 就是進來的時候 弄了一半 因為日本的系統 日本要求很多 他其實不適合自動化 他要求每個人 一定要親自用護照引本 如果去日本的話 有影響就是要引本 恐龍有辦法幫你弄護照嗎 所以我弄到一半 我就把護照拿出來 然後就旁邊跑一跪來 不好意思 就把我的護照拿走 然後再跑進來 另外再弄完 然後恐龍就負責 蛤 從頭到尾 他衝下去沒做什麼 就蛤 就這樣 後來我就覺得 實在是搞什麼鬼 跑去 還是要跑去好燈飾堡 好 美女就出現 好不好 美女 這邊就厲害多了 這個好燈飾堡 完全沒有看到人 我其實住在那邊 我住了一晚隔天 我衝到沒看到人 我覺得這事情讓我覺得 旅館都沒有人 這事情對嘛 就是你為什麼去旅館 都沒有看到人 那他中間當然打掃 但他號稱全部日本 都是人 都是機器人 你覺得打掃 有可能是機器人做的嗎 打掃他鋪床 他幫你洗浴盆 有可能嗎 不是 那為什麼不太看到人 因為通常他們的 這種大型的這種機器人旅館 都開在遊樂場附近 所以那個旅客 一大早就跑去遊樂場 他說看你旅客走了之後 跑去掃完就走了 好不好 那我通常這種頑固的 可惡的這種客人 就故意在那邊觀察 就故意跑出去又跑來看 都是人在掃 這事情就必然 所以後來我覺得是 其實可以開個旅館 你要認清楚 機器人沒辦法 單獨經營旅館的 不可能 所以反正就人跟機器人 單獨一起經營旅館嘛 你就想一下 你就講好這個機器人跟人 共同開的就好 台灣的逢甲有開兩家 也看不到人 台灣其實蠻好的 那就是完全是用 完全都是用掃描嘛 然後完之後 他就你就拿房卡就進去 然後那個機器人會送菜 你點兒餐 機器人會來 你一個密碼 這樣開他這樣開拿走 然後會幫你送信息等等 也不錯 但是他沒有恐龍好不好 台灣的標記管有恐龍 台灣只有在削 削那個刀削面的機器人好不好 在逢甲夜市 但是要兩間機器人旅館的確是完全沒有人 好 我想這邊都很快 這個我本來想講的故事 我在武冰住的時候 他有一個叫做我的管家 叫塔皮爾 他其實我跟他交手很累 他號稱是我管家 所以說這個房子裡面的所有的東西 他管的 就比方開電視啊 什麼音響啊 或者燈光啊 什麼冷氣的 本來玩完都還好 我覺得他真的是很難溝通 每次跟他講話講完 他就給我一句話 I don't understand 我大概聽了一二十遍 後來很煩 後來我就不理他 我就自己開燈開燈 開完之後我想看書 因為他經營旅館其實就是噱頭 就是我本來想在那邊玩半天 我玩了半小時就沒得玩 我就想我要看書 有兩個燈我一直打不開 我就要開燈開書 後來查那個menu 這兩個燈呢 一定要塔皮爾才能開 我就跟他一直跟他講 Open the l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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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開了 高興五分鐘之後 我在想說等一下晚上我要睡覺 我又跟他吵 關燈 他就 所以到後來那個豪登斯堡的那邊 他就很高級 因為你要做一個更能溝通的這種機器 其實很難 就像現在同學問我悲哀 其實不容易 所以他的豪登斯堡是用高級版 用豬的 這樣可以吧 他不會放一個很爛的版本跟你在那邊打仗 可以了解一下就是你今天要做一個很好的系統 你可能就要付出代價 所以我覺得整個豪登斯堡那個就是真的是有想到 他所有的過程 然後他認為真的很好的設備他就讓你出錢 他進去還有迎賓 會一群小機器人會演奏這個音樂歡迎你來等等 還有很大型的這個機器人幫你送行李等等 其實這樣 不過我還是回到那邊就是我這個旅館然後完全沒有人位 像我聽到日本說這次災情有個比較複雜 當初一開始災情比較複雜 就是這個疫情複雜的原因是因為 麥當勞規定員工不能戴口罩 因為覺得如果員工戴口罩 這個客人看不到員工的笑容 這是什麼話 然後他們也跟他們也說是因為 有說員工其實生病了感冒了 還是要去上班 因為他認為不然就不敬業 我自己那時候 我那時候說日本做很多機器人 我說你們機器人應該用在你們的這個電梯啊 日本的電梯不是都有電梯小姐 沒有電梯先生沒有電梯小姐 他一定為你鞠躬歡迎你對不對 然後幫你按電梯然後再出來這樣 我說用機器人不最好嗎 他說不行 這代表我們的我們旅館太 我們的飯店 我們這個這個百貨公司太沒有誠意了 所以一定要找一個人來跟你鞠躬 這個就沒辦法 這日本的文化會導致他們一些問題 但台灣有台灣的文化 這台灣的文化會導致我們的問題 比方說我們的公運院的自駕車 是我們交大的 王傑志教會做的 他就說台灣的自駕車真的比其他國家難做 大家知道為什麼 不過只要台灣的自駕車能夠上路的話 全世界都能賣好不好 所以是另外的好事 好吧 最後你想一下 人跟機器人真的是不一樣 然後機器人跟AI真的大量的進入我們人類的社會 我希望各位能夠透過今天 我也希望我能辦到這件事 了解一下人跟機器人的差異到底差異在哪裡 就他憑什麼來 他的能力的極限是什麼 然後這樣你就可以幫他想一想 哪一些行業會被他入侵 我自己覺得比方說像我們希望 比方說像周杰倫的歌 某些私人的作品 某些好的藝術作品 或是說跟人有關的 像法律 像管理 這些領域應該不容易被機器人取代 因為他的特性上不是 但是要小心 如果我們常常出現一些恐龍法官 可能那些像我們這些學電技術 與其有恐龍法官 那我乾脆相信AI法律好了 是不是 這大概是這個想法 不然的話現階段應該 AI機器人就只能當作我們服務 比方說我就舉我們最紅的唐鳳來說 他說AI是什麼 輔助性的智慧 assisted intelligence 他這樣認為他應該比我有權威吧 就是我們認為現階段的機器人或是說AI 應該都是輔助人類 然後跟人類合作作為基調 好 就是這一張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各位